迷你世界最战我的世界 这两款沙盒游戏的爱恨情绸 今天给你们从头到尾盘点一下所有事件 MC和迷你的玩家请耐心看完 2009年5月13日 由瑞典游戏设计师马库斯开创的沙盒建造游戏 我的世界问世 MC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华丽的画面与特效 它更注重在游戏性质方面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的三维空间里 创造和破坏游戏里的方块 没有十分明确的游戏目标 不是跑酷 更不是模拟基因 只是设定了几条简单的规则 其余的都由玩家自己创造 超高的自由度和史无前例的玩法 让我的世界瞬间爆火 2010年的1月 我的世界就迎来了10万注册用户 2011年的3月 MC又连货3奖 最佳新秀游戏奖 最佳下载游戏奖 以及游戏创新焦点奖 同年7月 我的世界注册玩家便达到了1000万 随着10月安卓和iOS版本问世 MC也终于走进了中国玩家的视野 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在手机上玩到MC的国际版 随后MC一度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游戏之一 截至14年 PC端就超过了1亿次下载 同年9月 微软以25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MC的开发商 但彼时的MC由于还只是国际版 并没有真正意义地走进中国玩家 这个庞大的群体 就在微软收购MC的第二年 迷你世界在中国横空出世 15年8月 0.1.1版本上线 10月好友系统上线 12月联机功能云从挡 随着沙盒游戏的兴起 迷你世界如洪水猛兽一般 凭借超高的自由度 瞬间占据了游戏市场的重头 一举获得了3000多万用户 仅17年10月 官方宣布的多端用户就已超过1亿 而同年8月 有网易被独家授权的中国大陆版MC 才刚刚开始工作 19年 迷你迎来三周年的生日 MC的开发者大会上 也公布注册玩家累计3亿 而此时MC漫长的维权录 也在逐渐进行 随着两款游戏的受众群体之多 但玩法却又极其相似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迷你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大响 双方玩家都极力维护各自所处的家园 逐渐形成了反MC 反迷你两大阵容 2020年的迷你并不好过 先是4月因为不反分子 在游戏中传播不良信息 被下架整改 随后我的世界 对迷你长达5年的维权之路 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迎来判决 一审判决 迷你删除267个核心元素 并赔偿2113.24万元 随后迷你便大更新了1.0版本 试图删除并调整所谓的267个要素 本以为这场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但随后21年的1月23日 迷你世界发布公告提起上诉 所以就又有了这次的最终提示 这次的审判更是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的世界更是要迷你世界赔偿5000万 并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MC控诉迷你抄袭核心玩法 但迷你解释 我们的玩法只有一个 就是不死 其他玩法都是自由的 停试结果呢 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我相信正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更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这场持续了六年的战斗 很快就会有结果 不论MC还是迷你获胜 我都希望双方玩家 能在矛盾中文明理论 我是奥特叔叔 下期见